当一代名将转身成狗,会发生什么样的有据故事呢? 今天阿喵为大家带来搞笑日常翻,知田若归信长 这个男人名叫知田信长,是日本战国时代三姐之一 1582年6月2日这天,他的家乘光秀掀起叛乱 知田寡不敌众,退入内室,在一片火光中,他向佛祖感慨 像自己这样手上沾满些居的人,下辈子当狗,应该也挺有趣的 于是等知田再次睁开眼,就发现自己便只能一条名叫若归的蠢萌柴犬 此时的他后悔不已,早知道佛祖会满足愿望,他就说当个人了 更让知田接受不了的是,他克制不住狗的本能 上来就扑倒了主人伟田世子,除此之外还有 被世子带出去散步,知田内心吐槽不断 因为外表是狗,所以看着很讨喜,但如果换成前世的样貌 来到狗狗公园,知田因为可爱的外表得到了阿姨们的欢心 但一代大佬岂能任人蹂躏,他自哑嚎叫两声,结果并无什么卵用 进入狗狗的活动场地,知田嫌弃其他狗子蠢 但又不想让主人担心,于是敷衍地打了声招呼 因为没有狗子听懂,知田转头去刨坑 这时一只博妹过来打招呼,真巧,也转身成狗了 知田没有认出对方身份,通过对方自我介绍才得知 这只狗是五田信玄 更为离谱的是,这里所有的狗子都是同一代的武将转身党 动牛犬是独野武将,一达正宗 电狼犬是最强军神,上山千姓 贵宾犬则是天才军师,黑点管卫兵 除此之外,还有腊肠犬,他是第一公术高手 精川一元的转身 知田信长莫等狗呆 这可真是豪华的全明星阵容 回家路上,知田看到橱窗里,在贩卖生前最时髦的单品 狮子注意到他眼底的渴望 于是嘎一买夜间送他,本以为能变成最亮的仔 结果却是 想当初他超爱泡澡 因为有美人陪伴作用 可对于现在变成狗的他而言 这和酷刑没有两样 洗完澡后,知田在电视上 看到以自己为原型改变电视剧 但是他并不开心 因为电视剧把他离死的场景 反复播放了成千上百次 一想到自己被加成光秀背叛之死 知田就感到一阵豁大 如果有一天见面,他一定要宰了对方 然而其他武将却认为 光秀反叛的背后另有隐情 毕竟知田当时只看到棋子 并没有看到光秀本人 更何况知田生前脏了太多年 所有丑人想干掉他 可即便如此 知田还是艰辛是光秀做的 不仅因为那个男人老顶嘴 还因为他长得帅,性格好 所以你只是单纯在算而已啊 知道大家真论不休时 知田看到外面站着个 和光秀长得一样的男人 只见对方翻过展览 突然向知田扑了过来 男人名叫秀人 最喜欢柴犬和牛奶 看他和知田另外的样子 其他武将的八卦之魂熊熊燃烧 如果这还不算爱 那什么才叫爱情 说不定就是因为前世爱而不得 才会因爱生恨把知田干掉 之后秀人把一人一狗送回家 问下次能不能再见面 这一天 知田和主人在家摆烂 突然收到朋友小友的短信 问他发生了什么 对方只重复三个字 救救我 知田本以为发生什么战争 结果 听到小友说 Live市场战争 需要去给偶像打call 搞姻缘 知田突然恍然大悟 原来他是传教士 想到曾经流入国内的美食 知田的眼泪从嘴角流下 滴龙叨叨叨一元物上 小友忍不住说了句傻狗 见知田超级生气 连忙身手安抚 又是捏脸 又是揉肚子的 第二天 知田出门散步 正好看到五天河上山 在川中岛的门前 剑拔弩张 逼其两人生前 在川中岛干过不上下 触景生情难免力气过重 知田还以为能看场好戏 怎样两人啥也没干 转头乖乖跟着主人走了 回到家之后 知田深思起来 虽说现在他不是人 但狗也要有当狗的自觉 前世他干不过五天和上山 于是选择与他们二人交好 但如今的五天是个博美 他一只手就能干趴下 反观上山那巨大的体型 一看就是个强大对手 与之交好才是上上之策 那之后知田见到上山 都会主动和他问好 这不仅让对方想起前世 知田送给自己的名贵斗篷 因为很喜欢 睡觉前都会脾起来享受 然而知田送他斗篷的原因却是 这天知田跑完课回家 看到世子和小友在游戏 他安娜不住好奇上前 这是一款女人化的刀剑游戏 除了有剑骂他之外 还有剑说知田是个臭脚大汉 两个妹子一听 信以为真 不过我们若归的脚脚不臭 还有股巧克力脆饼的味道 说者就围乱起来 如果换成知田前世的现象 不久之后的一天 狮子又带知田出去散步 结果半路突然和小友 去超市抢购搬家服装 很快两人满载耳归 脸上洋溢者幸福的笑容 这时小友发出灵魂质问 你没有给若归买衣服穿吗 狮子这才想起来 于是让一人一狗先去公园 自己回去给知田买衣服 然后知田就在公园 遇到了前世被他杀死的金川义员 对方如今已经放下仇恨 且对现在的生活非常习惯 因为他不仅吃喝不愁 还有了个叫莉莉的外国娇妻 知田整条狗都震惊了 原来我才是单身狗 另一边是自买灰衣服 给知田穿上 这天狗狗的主人在公园 举办夏日烤肉派对 不知道是不是受死亡记忆的影响 知田看到火就忍不住尿尿 其他小伙伴认为这是诅咒 因为他死前放火烧了本能死 可知田却说自己没有 怎么会没有呢 你的家臣太田牛衣 可是专门做了记录 突然说起这个人 知田倒是有了点印象 就是因为太喜欢自己 太田牛衣变成了私生饭 这时 狮子两人断了牛肉 并告诉他 这些肉出自太田牧场 魅力当时相信知田的话 因为他老公金川明明是个帅哥 却被人记录成了抠脚大汗 而他这个异国王妃 明明是个慈善家 也被宰赃成了败家女 不过这些他都原谅了 谁叫他人美心善呢 金川狂吹妻子太红屁 意外的不行 差点把知田等人酸成柠檬鸡 说起最近掀起战果热 知田打开电视 十个频道里有九个 都在回访他的死亡现场 更可惜的是 现自的人们 竟然都同情光秀 知田想不明白 所有伴们却清楚 因为工人阶级觉醒 知田黑心老板的形象 深入人心 以至于大家都站在了 掀起模仿战争的光秀那边 见知田气得不行 大家纷纷劝他放下前世 和他们一起 替足球姐们 就在这时 秀人出现 知田注意到他肩上的花蜜鼠 对方还客气的打了声招呼 不过很快就躲到了秀人背后 因为他才是真正的光秀转世 知道主公把自己当反贼 这才不敢与之相认 别看狗子小小一只超可爱 里面装的灵魂 可是个扣脚大喊 自从知田信长 转身到现代 成为一条蠢猛柴犬后 他在狗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这会儿放了个臭屁 他出于狗的本能 竟回头仔细闻了闻 如果不去散步 气就会攒在肚子里 可外面正驾着鱼怎么办 狮子突然灵光一闪 给他换上老爸新买的御医 知田整条狗瞬间甚无可恋 还以为是什么脂肪屁的药 原来是这破玩意儿 就在这时 他又放了屁 这天 武将们聚在一起聊天 只有郑宗一脸的抑郁 因为他昨天散步的时候 遇到了前世宿敌的转世 就是那个叫 真田信村的男人 虽然前世的时候 他们从未见过面 但郑宗还挺挂念 这个宿敌的 只是没想到 正所谓 说草草草草到 大家一转头 就看到转身成科技的信村 与他渐渐的相声一样 性格也是相当欠揍 面对一干武将前辈 他是这么打招呼的 这番话直接捅了死穴 可把在场的武将气得半死 再看信村当众随地大小便 知田等狗怒火中烧 这臭小子也忒不懂事了 成为狗之后的武将们 生活可谓是多姿多彩 五天凭借娇小的身躯 看尽女生的裙下风光 再撒娇卖个萌 就能占尽便宜 果然老色皮就是死心不改 被知田和上山抓个正着 他也不值得自己猥琐 反而正正有词地说 他当面给两人分析起来 气得知田和上山 差点没忍住抱的他一顿 然而五天这伙不care 谁比要贯彻胖子美学 这时一个美女一面走来 他赶紧过去偷看 这天信村依旧笑得很贱 知田摸摸旁观 心里却越法不待见对方 五天等人劝他别计较 毕竟与他们这些时代霸主比起来 信村就是个小喽啰 然而易达正宗却表示 在他们死之后 信村的表现非常活跃 至少他那份遗弱者之身 应对强者的不畏气感 他们要给予认同 正说着当事人走了过来 瞻眼到了晚上 狮子坐在长椅上 准备偶遇秀仁 他觉得恋爱之身的诀巧 首先就是要的联系方式 就在这时 秀仁路过这里 今天的他显得格外清爽 让狮子忍不住夸赞其来 咱们对方却说 这都多亏了世良 再听秀仁说这位世良 准备好了晚餐等他回去 狮子整个人实话当场 难道恋爱还没开始就结束了吗 这天信村看着公园外的人类 发誓这辈子要干好事 积攒功德 争取下辈子投胎做人类 所以有人投胎变成狗 无事没有道理的是 等到吃午饭的时间 狮子给志田拿来最新款狗粮 虽然不太愿意吃狗粮 但投胎成狗又有什么办法呢 志田只好硬着头皮吃 又忍不住想起前世 生者们发明的变性食物 冰凉丸尽管和压缩饼干作用相同 但味道上嘛 真的差强人意 因为只要是一样的东西 就都可以掺和到里面 谁也不知道最后的成品 到底会有多么难吃 其他将军家的冰凉丸 在制作上也各有不同 武田家的更是独具特色 每个丸子都必须是美女捏的 不过就算做法不同 外观却是一样的 而狗粮的外观也几乎差不多 难道说每天吃同样的狗粮 是冰凉丸对我们的诅咒吗 这可真是让狗细思极恐 这天狗将军们聊起前世的妻子 武田租了一个老色批 张老婆直看脸 性格次质 所以她的老婆三条氏 虽然是个绝世大美女 但性格却看比母夜差 金川本来也有话说 但看到些人老婆虎视眈眈 她瞬间求生欲拉满 她表示早忘了前世的事 正宗和幸福的女人也不少 彼此相处还很和谐 上山一听 不禁羡慕起来 前世的她一心搞事业 所以发下毒事 只要能在战场上变强 她宁愿做一辈子单身狗 结果没想到 前世孤独终老 今生变成了个单身狗 真的伤口 要是其中最牛的还得是芝田 她一个人就有二十个老婆 哪怕夜夜光顾 一周也能不重养 不过芝田认为只有龙鸡 才能成了上她的妻子 就在狗将军们热疗时 虽然来到公园看芝田 世子一想到帅哥有心上人 心里头就又沉闷又酸涩 左思右想后 她决定当面问问 不过一个人拿不出勇气 她又叫上两个朋友 画面一转 分来到公园门口 秀人瞧见芝田 立刻飞碰过来 就在秀人想继续抢狗所难时 狮子壮丹走上前 刚想问问是凉的事 就被秀人的朋友打断 他叫做本月四 一听这个名字 芝田就咬牙切齿 这不就是我前世的仇敌吗 好家伙 仇家抱团凑一块 再来两个都能凑中麻将了 正当芝田自家咧嘴时 小有一套爱抹技术 让她忍不住沉迷温柔香 那边 狮子壮起胆子问秀人 是梁是谁 只见对方伸手一指 好嘛 原来就是本月四 狮子长松一口气 但眼睛没去一脸凝重 虽然本月四不是秀人女朋友 但没说不是男朋友啊 这天 郑宗带来重磅消息 又有武将转身成狗了 最重要的是 这人是个大恶人 这只鸡娃娃 是松永九秀转身的 生前曾窜夺主家 谋杀将军 火烧四秒 与其他将军比起来 这货简直就是个狼面 不过现代社会 不允许杀人放火 他又是个鸡娃娃 干不了人事 所以就走上了摇滚之路 甚至还写了首出道单曲 狗将军们听得一脸感动 幸存还想任他当大哥 第二天 有偶像在公园 口死猫娘 毛色屁股天 眼馋的不行 冲上前就要给妹子们 做胖子占卜 曾到今被松永九秀 接足先登 两人谁也不服谁 都认为自己最可爱 于是当众打了起来 上山在一旁 很是羡慕 他也想跟妹子们 打打闹闹 可是偶像包袱太重 他做不到 傍晚 狮子三人在路上 遇到了秀仁和本院寺 正好他们准备煮火锅 本院寺便邀请三人 一起去吃 芝田非常不愿意 两个仇敌做的饭 怕不是有多 可等到他吃到火锅 秒变真香现场 就在这时 他与光秀斯木相对 见对方吓得躲起来 芝田在心里暗暗脱操 躲什么 狗又不会吃松鼠 晚上回到家 电视节目公开了芝田 深圳写给别人的信件 并由此推辞他的性格 芝田整条狗都不好了 就算老子做谱多年 你们这也属于侵犯隐私啊 他跟小伙伴吐槽正事 结果我还没想到 其他人也遇到过这样的事 郑宗更是被电视台 公开了一千封亲笔信 不过里面的内容毫无营养 就算曝光也不会晚节不保 可五天就不一样了 他曾经写过一封解释 自己没有出轨男人的信 被现代人扒出并曝光了出来 这天 光秀正在家中锻炼 突然看到头顶有只臭虫 而他的前世 正是芝田的私生犯 泰田牛衣 在光秀的印象里 芝田就是个不太聪明的老好人 而他之所以会被现代人 解读成心狠手辣的小熊 全都是泰田牛衣的锅 自从芝田去世后 泰田开始撰写主攻的传记 为了让芝田的功绩流芳百事 他手动添加了很多忠二设定 以至于最后芝田的形象 变成了烧毁寺庙 享受杀戮的狼面 好家伙 你呀就是个独尾啊 可怜芝田嘎了这么多年 名声全会在自己人手里 你见过周二病的狗子吗 前世还是个人的时候 目标是一统天下 如今投胎变成条狗 他又迷上了断射片 从此梦想做个超级英雄 从宇宙怪兽手中 拯救地球 当芝田和幸村听说后 纷纷嘲笑他的梦想太老土 听上去像是个儿童节目 可郑宗却觉得这很酷 想想一身漆黑走黑夜 闭革瞬间就上去了 幸村表示黑色不显眼 他宁愿穿一身红 芝田则觉得金色不错 郑宗一踢挠不起来 另一边 芝田的私生犯胎田牛衣 投胎转世成为一只蚂蚁 他发誓要再去千人 继续侍奉芝田 为对方做贡献 自老小峰一吹 他飞上了天 然后落在芝田的鼻尖 人记得他上辈子投胎成牛 被芝田盘中餐的场面 只能说这对君臣相当有缘分 这天 芝田和母亲外出办事 剩下芝田独私一狗在家 正所谓家人不在家 狗子称霸王 他立刻开启拆家模式 把客厅弄得乱七八糟 闹腾一阵后 芝田决定去外面找点乐子 于是他来到卫生间 一屁股坐上马桶 思考狗生 这时 他注意到旁边的按钮 然后伸手一按 芝田一脸享受 唯一美中不足的是 他会开不会关 之后被狠狠骂了一顿 那边 转世成松鼠的光秀 发现秀仁对芝田的痴迷 已经到了足火入魔的境界 真正一面墙 全是芝田的照片不说 他还手动扣托 强行把自己和芝田 放到同一张照片上 秀仁甚至想变成一条狗 名正言顺和芝田在一起 这一天 电视里的小姐姐说 要结婚还是找刺子好 誓词一听 不禁浮想连篇 如果说人是刺子就好了 芝田看在眼中 心里是一百个拒绝 他可不想让上辈子的仇人 当他这辈子的电 其他小伙伴也不能理解 为什么结婚要找刺子的言论 毕竟在他们那个时代 只有长子一日继生圈 刺子都会被说成废物 或是累赘 唯一命好的只有上山 他从小被送去寺庙 本准备长大后当个和尚 怎样自身太过出色 直接热过大哥继承家业 而芝田则看准这一机会 把所有刺子收入麾下当家臣 为了梳立他们的自信 芝田进行武器改革 给手下配备了超长版的毛 等到敌人攻过来 就会先被捅个对穿 由此 芝田坚信 只要什么都长 就能实现天下一统的宏园目标 与此同时 狮子问凶人 有没有兄弟 得知对方是家中刺子 他更心动了 转眼到了打疫苗当天 羞猛如武田也被阵管 吓得发出一声哑灭蝶 听到声音的芝田 还没意识到接下来要发生什么 就听到旁边的郑总来的剧 今天要打针 那一刻 芝田如草为击 武田躲在主人怀里瑟瑟发抖 告诉两人打针比打仗还可怕 这不仅让芝田两狗更害怕了 就在这时 幸村走过来 跟他们分享上山的打针八卦 话说你不害怕打针吗 幸村表示 刚才直播的聊天 得反应过来的时候 已经打完了针 芝田两人不想被小开 并抱着Biss的决心去打针了 直到芝田因为上次打针太闹腾 被医生改扎屁股了 芝田发誓 不管下次打哪里 他都不会再来了 这一天 芝田回想起前世曾经的他 因为饭菜太淡 差点把厨师拖下去处死 而现在的他 却只能吃味道偏淡的狗粮 这还真是甜的好轮回 当武田和郑总听说这事 直接当场笑了出来 前世的他们特别擅长料理 在口服之御这块 绝对比直天混得好 不过说起冻豆腐时 两人产生了分歧 都认为这东西是自己发明的 狠狠打了一架后 郑总对这件事耿耿于怀 坚信自己才是冻豆腐的发明者 直天只好告诉他 黑天已经查清楚真相 冻豆腐这种东西 只要放在寒冷的户外 无论是谁都可以做出来 所以比谁先做出来是没有意义的 可就算是如此 郑总仍然不服 因为武田到处散播说 自己才是正品 郑总是山寨 提起正事 郑总就来气 忍不住抬腿发现一下 结果下一秒 武田就冲了过来 两人又开始抢夺 电线干规属拳 而这一幕在妹子们看来 只以为他俩关系好 半夜 直天陪狮子看恐怖片 在鬼出现的刹那 一人一狗 吓得紧紧相拥 只上人没想到的是 这夜半三更的 狮子还想出去散步和安心情 你确定不是出去找刺激的 等出了门 走在路上 感受到半夜吹的冷风 狮子才隐隐感觉到害怕 就在这时 草丛发出异响 回头一看 好家伙 是个乌龟 之后两人又继续往前 背后隐隐约约传来脚步声 狮子发现有人跟踪 拉着支田赶紧走 责料内人进跟了过来 半夜出门买牛奶 你也算是个奇葩人物了 羞人邀请两人一起走 还说自己不怕妖怪 不怕鬼 因为活着的人更可怕 就在这时 草丛又发出声响 这件事告诉我们 遇事不要装 说不定哪天就会射死 第二天 狗将军们凑一块聊天 说起当年上山 给对家五天送言的事 纷纷感慨 这时一段佳话 在了当事人五天却表示 压根没有这回事 当年他撕毁同盟协约 准备进军东海时 发现金川氏与北条氏联手 在背后咽了他一把 切断了给领地的食言攻击 甚至还给上山继续信件 邀请他加入断言大联盟 想让上山心善 就算是敌对的五天 也不忍心而百姓受苦 于是他选择 提起这事 五天就来气 上山不仅有些费解 我又没断言 你有啥可气的 不过说句实话 当年上山之所以没断言 是因为想让他们三方内好 最后自己愚翁得利 这样也就不用打 穿中岛之战了 听到这话 五天差点自闭 自己意义为傲的战役 对手惊讶根不相打 这可真是杀狗出心 这天 日子要去买东西 便把志田绑在了电线赶上 这时 一个射手走过来 念到工作上遇到的糟心事 志田一脸莫名其妙 真有人跟狗说话吗 志田不想大力 可这人却不放过他 踢上一脚 继续捏捏叨叨 气得志田对他一阵狂吹 这时 他接到公司前辈的电话 听完对方的安慰 便一脸满足地准备回去 临走他发出感慨 真羡慕狗狗这么轻松 我下辈子也想当条狗 这只狗狗上辈子 是战国霸主 转世到现代社会后 他越来越觉得前世不值得 如果冬天有电热器和被炉 谁他妙的还出去打仗 待在房里和手下捞口不香吗 更何况前世的战争不好打 迪欲严寒只能靠喝酒男生 虽然趁着上头能打胜掌 但有时候也会洞死很多 那边 狮子抱好蜜干 投喂给志田 然后就想带狗子出去散步 可抬头一看 外含风塞涩 行吧 明天再去 志田一听 赶紧钻进备炉 这才是冬天该有的享受啊 第二天 小悠和眼睛妹过来 帮狮子打扫院子里的落叶 本院寺也准备了红薯 准备烤给大家吃 志田正馋的口水滋溜 就被修人一个肥仆抱住 这人像块牛皮糖 怎么摔都摔不掉 那边他就在院子里生活 一边烤红薯 一边烤棉花糖 池田看着跳动的火苗 又想起临死前的场景 修人见状张开怀抱 准备给他个安慰抱抱 直到池田更气了 老子之所以被烧死 还不是因为你前世反派 很快红薯烤好 大家人手一个吃得津津有味 池田也吃得一点幸福 果然冬天就是要吃烤红薯啊 就这样跟着主人吃吃喝喝 结果冬天还没过去 两人就胖着了球 看那鱼鱼的身子 咕咕的肚皮 就知道池田平时没少吃 笑语和眼睛们一看这情况 赶紧催促两人减肥 狮子却不以为然 这可都是我凭本市长的肉 可转铃一想 要是被修人看见 不行必须减肥 不不不 能做到的肯定不是人 这天妈妈找出一套茶具 芝田一看特别喜欢 于是躺在地上撒娇打滚 希望妈妈送一个给自己 前世的她就喜欢收集茶具 以至于宋永久秀用一个茶叶罐 就让芝肯原谅了她的背叛 要是早知道有这种精美茶具 她肯定第一时间 就把宋永久秀拉下去砍了 妈妈见她特别喜欢茶具 便找出一枚带缺口的碟子 给她当喝奶的汤味 第二天出门散步 芝田遇到武田和正宗 三人聊起有毒父母的话题 芝田认为武田就是这种人 结果遭了两人的反驳 因为她是那种会给孩子 举其他名字的父亲 3月7日出生的就叫三亲 出生是双胞胎的 就一个叫大洞 一个叫小洞 除此之外更离谱的是 因为是人类 所以取名 人 后宫们不止一次抗议过 可芝田却觉得这名不错 因为她的手下全是脑残粉 无论取什么名都只会说好 只能说摊上这么一个颠 真是孩子一辈子黑历史 这天 狗狗们坐在推车里 吸引来不少人的目光 正当三人准备去下个区域时 遇到了前来购物的本院寺 芝田瞬间一个机灵 然后就看到冲过来的秀人 抱不到心爱的狗子 秀人又邀请她去喝牛奶 结果再次被芝田嫌弃 画面一转 狮子和大家走散 然后意外在超市的美容院 遇到减万毛的五天 五天还悄悄告诉芝田 美容师是个漂亮小姐姐 前面超级波涛汹涌 竟还和芝田听不懂 五天立刻深入解释 五天还说那十分钟的触感 简直就是男人的天堂 芝田瞬间行动不已 结果就听狮子说 他是短毛犬不用剪毛 正当他被受打击时 同样换了个造型的黑田走过来 受到嘲笑的黑田 心情无比糟糕 再听两人询问被美女服务 是不是感觉很舒服 他彻底怒了 因为当时给黑田解毛的 不是大恶派美女 而是肌肉猛男 那一刻 黑田失去了梦想 另一边 作为大型犬的上山 没能被允许进入商场 只能怪哥待在车上 就在他胡思乱想的时候 看到被主人抱着的姓孙 与平时笑着的模样不同 他看上去无尽大财的 因为刚才在超市的时候 他自恋的以为 大家都是来看他的 于是跟个小马达一样 不停和周围人打招呼 结果把自己给转晕了 上山一听 不仅感到无语 这后脑子多少有点问题 这天 狮子和小友来到 眼镜妹家中做客 见他这个宅女的房间里 竟然没有周边海报 小友不仅感到纳闷 结果就听眼镜妹说 自己的房间暗藏玄机 比如挂在墙上的照片框 只要翻转过来 就是偶像 一达正宗的高清照 除此之外 他衣柜里装满了 一达正宗的手帆等周边 全部打开就成了座鸡坛 不过最一谱的 当属辈子里的一达正宗 这天已经不知道说啥好 这看上去像是个洗脑邪教 这天 狮子买了新裙子 想要凭借这件战衣 一举拿下秀人的心 当他试穿这条裙子时 这天突然激动起来 这蝴蝶结绑带我熟啊 不就是兜当布嘛 老子打仗的时候天天喘 想当年他征战沙场 从有那么几次尿平尿急 但这个时候脱掉盔甲上厕所 很容易就会被敌人被刺 于是这天发明出了兜当布 只要穿着这个上战场 不用脱掉盔甲就能解决内疾 实在再方便不过 听他说完的三人表示不理解 都当布和裙子到底哪里想 知天回答都是绑带的 不过他更想告诉世子另一件事 第二天 狮子带枝田出门散步 听说那边开了个零距离广场 就想过去凑凑热闹 枝田不免有些担心 万一是群大叔 他不就同时节操了吗 等到了地方才发现 这是一个小型动物园 见狮子抱着小兔子蹭来蹭去 吃醋了枝田连忙露出尾巴 我的屁股也很软啊 可是狮子没有搭理他 在看旁边动物园的马 知天不由想起自己前世 身为爱马人士的他 收集迷马超过一百匹 甚至还举办过大型约马事 正让他无比怀念的时候 世子牵着他去看草泥马 这是知天第一次看到羊驼 余生一直盯着对方看 结果就被喷了一脸口水 如果古代有网络社交软件 武将们会做些什么呢 甚至可以随时随地 与手下们进行沟通 简直不要太方便 然而黑田却不这么认为 以他们这群人的性格 如果社交软件出现在古代 肯定会泄露军事机密 特别是知天这货 平时就不怎么干人事 如果被网民集中吐槽 肯定会化身网络喷子喷回去 而且他还是那种吵不过 就带兵团灭对方的狠人 这么看来幸亏古代不通往啊 傍晚回家的路上 世子和朋友说起一件事 昨天吃饭的时候 老爸抱怨饭菜不合胃口 一下子踩到了老妈的雷居 世子努力缓和气氛 结果并无什么乱用 只能把希望寄托在知天身上 知天接收到眼神 立刻躺在地上扭来扭去 成功动向老妈缓和了家庭气氛 少友一听不禁感慨 明明是条狗 没想到还挺坏 而知天之所以这么懂 是因为他前世有20多个老婆 每天都要在其中周旋 想不会哄女人都难 自从知天转身到现代后 就喜欢上了看电视 其中他最爱的节目就是相扑比赛 因为太过喜欢 前世的时候还专门举办过相扑大赛 并亲自制定比赛的相关规则 眼看就要到分身符的时候 电视节目突然被世子切走 知天气得嗷嗷大叫 等世子给得到他的意思 重新签回相扑节目 比赛已经结束 世子见他反应强烈不禁猜测 我家狗这么爱看相扑 怕不是喜欢男人吧 于是拉着他一起看第二电视剧 知天看得一脸茫然 世子则越看越担心 秀人和本月四 关系那么好 难道真的是爱情 想着想着他突然黑发 她还安慰自己 比起男人 秀人更喜欢柴犬 可是少女你就没想过 万一这会是跨物种恋爱呢 这一天 狮子带狗外出散步 又遇到了柴犬空秀人 知天想逃 却完全逃不了 只能被迫接受一切 这时光秀跳到他的脑袋上 明明知道踩在主攻头上 是件打理不到的事 可是 仗着知天不知道自己身份 光秀是能有多放肆 就有多放肆 甚至还往对方的背上埋针子 是的 知天的独为太天牛衣 鸡蚂蚁之后 又转身成了一只鸽子 光秀本不想打理这人 但见他如此激动 还是好心提醒了句 你转身这么多回都死于非命 可一定要注意身体健康 这么一说 太天突然觉得心脏疼 光秀见状 准备给他把脉 谁知对方又激动起来 这天 知天在院里四处寻找 都没有找到自己的窝 因为才知道是被老漫扔了 知天的内心充满了悲伤 毕竟对男人而言 成龙象征着富贵和权利 就算精神的踏实条狗 也不能说没有房子 这时 魔女俩看出他的失落 于是决定买个新网给他 知天一下子高兴起来 然而并没有持续多久 何华大别书变小破帐篷 知天现在只想好他大哭 不久之后的一天 光秀抽到免费租车券 于是眼镜妹建议大家 一起去小田园城自驾游 说起这个地方 五天和上山就是一脸郁闷 当年他们都攻打过这里 结果两人谁也没有攻下 旁边的黑田一听表示 那附近有个石横山一夜城 是他设计建造的 大家纷纷表示吃惊 新村更是直接吐槽说 专业到了出发当天 唯一有驾照的本月寺 由于两年没有碰过车 只能临时抱佛脚 上路的车速更是比蜗牛多慢 可就算是这样 拥有晕车体质的秀人 还是没忍住吐了 就在这时秀人说了 只要抱着心爱的知天 说不定就不会想吐了 知天一听 浑身血满莫挨脑子 子疗狮子见色忘义 直接把他塞进秀人的怀抱 郑宗忍不住吐槽 这套路比水还要深 很快他们抵达目的地 说话间 知天突然开向光秀 吓得对方以为自己身份暴露 但好在知天只是惊讶 他这只松鼠会说话 这时小友两人跑过来 说小田园城不允许宠物进入 于是大家改道去石横山一夜城 路上郑宗告诉知天 他在这里留下了宝藏 一听这话知天兴奋了 等到车子停稳 两狗一鼠 立刻狂奔进树林 很快便找到了藏宝地点 知天不由的期待起来 难道说是金银财宝吗 结果低头一看 竟是正宗的到此一游 知天顿时火气上头 胖揍了他一顿 自驾游回来之后 知天就生病了 但他死活不去医院 因为医生都是打针狂魔 可惜最后没能反抗成功 还是被带去了医院做检查 医生表示没什么大事 就是平时吃的太多 建议先绝食两天看看 如果担心身体出问题的话 医生建议先来一针维生素 回去了路上 知天闷闷不乐 想他一带站过枭雄 又被扎针又挨饿 地里的小白菜都没他猜好吗 他趴在家里的沙发上 忍不住想起刚出生事的事 因为一时间无法接受 自己变成一条狗的事实 他很长一段时间没吃奶 但后来他意识到 狗的事件也存在如若强食 如果想要着装成长 就必须挤掉其他兄弟 强占奶水族的那一个位置 明白这个事实后 知天拿出肝脏的架势 每次和奶都是第一名 又过了一段时间 知天和兄弟们住进宠物店 平时干饭都是巴着盆吃的 谁敢抢就熬谁 以至于知天的长相越发争鸣 年纪稍小的顾客还会被吓哭 随着兄弟们一个个被收养 只剩下他一个无家可归 就在这时 世子来到宠物店 尽管知天还是一副熊悍样 但世子却一眼看中了他 并让他成为家中的一员 等到知天睡醒过来 身体已经大好 虽然变成一条狗让人遗憾 但回想起于主人美好的记忆 他觉得这部免是件趣事 知天若归心肠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 这部番的设定相当有趣 之前转生都是去异世界开后宫 而这个却把有名的武将转身成狗 万一哪天被拉去绝育 这画面实在无法让人想象 况且是又能想到一群可爱的狗子 伙伴千万不要错过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